酸辣粉像我这样做特别好吃 今天你要学不会我拿着粉条 再领着我的小姨子上你家教你去 村口树上摘的粉条 擀粉条给它泡上一个小时 我们做一个料汁 一勺蒜末一勺辣椒面 再来点刀口辣椒没有可以不放 花椒面来点 青红米椒圈来点 小葱来上一勺 白芝麻来点 用热油给它泼出香味 一边泼一边搅动 不搅动不但糊了 而且还不香 水开后我们放入泡好的粉条 再次开锅把粉条捞出来就可以了 捞出的粉条直接放入我们的料汁里边 再倒入煮粉条的圆汤 搅和搅和 其实后面调料应该提前放 因为什么后来才放呢 因为我给忘了 后方也可以味道一样 再放入陈醋生抽和酱油 白糖来点 鸡粉少许 再放入食盐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 把剩的青红米椒圈放里边 香菜和小葱 再来点炸花生米 再来点炸菜丝 完美开吃吧 就这样的酸辣粉 你就突露吧 酸辣咸鲜 非常开胃 我是涛哥每天一道美食 关注我说不定还真有用 感谢您的欣赏 关注与支持